我,努力上进的富恩代,标准的豪门继承人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是假千金 还是个玛丽苏狗血纹的恶毒女配 最下头的是,我居然为了一个不爱我的男人 害得家族落败,自己惨死街头 我,我四十米的大砍刀已经按捺不住了 你,我,傅清语,从小掌握四门语言 马术,高尔夫,各种乐器门门精通 十五岁替我爸谈下千万合同 十八岁考上名校,现在边读书边接手家族企业 我不是邻居家的孩子,我是邻居家的孔明灯 二,深夜,黑暗中,我垂死惊作气 忍不住两耳光扇在自己脸上 低声嘶吼,扭曲尖叫,可云附身 把我爸妈吓得够呛,还以为我被脏东西附体了 他们左观音,右佛祖,头顶十字架 将镇宅黄符往我身上招呼 我依旧在柔软的地毯上阴暗爬行,四肢如动 关键时刻,我第一泡童子尿,把我彻底叫醒 五,我没被鬼上身,我只是在无能狂怒 三,至于我为什么无能狂怒 因为我无意间觉醒,发现自己生活的世界 只是一本玛丽苏狗写文 那种连棒子编剧都甘拜下风的狗写文 集齐了霸总,娇妻,车祸,癌症,替身,灭恋情深,真假千金 掏肾蛙新钩子宫等各种元素 如果不是破词原臂,我真想把狗作者说归麾下 这脑洞,这天赋 我刚接手的半死不活的影视公司 还用发愁没观众吗 四,不过,我既不是被虐千百遍 头戴圣光的玛丽苏女主 也不是狂倦邪媚,不可一世 吊炸天的霸总男主 据说我是个吃恋男主而不得的恶毒女配 恶毒到哪种程度呢 前妻,羞辱圣母女主 诬陷女主,找人凌辱女主 后期,怂恿霸总和白月光 把女主掏肾骂心 连她肚子里的胚胎都不放过 我的存在就是为了折磨女主和洗白男主的 这PM都能洗白 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说谁恶毒了 五,当然了 我这种恶毒女配自然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最后,男主幡然悔悟 为了能追回女主,来个喜闻乐见的AT 富家被男主设计家破人亡 我惨死街头 面容被毁,清白尽失,四肢被砍 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 反正,死状惨烈 妖兽啦 想我一代添娇,落得个这种结局 我想弄死狗作者 不过,此时此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六,狗作者的设定里 我并不是富家亲生的 我是被抱错的假千金 富家真正的千金反而变成了孤儿 饱受生活磨难 当务之急,是找到富家真千金 这十几年,我纠缠雀巢 导致我爸妈的亲生血脉流落在外 让他们骨肉分离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找到真千金 好好弥补它 气 我第一时间和我爸妈做了亲子鉴定 并把那份证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鉴定报告拿给了他们 我爸一脸猛逼 仔,你啥意思 我把报告往他们脸上贴了贴 我不是你们亲生女儿 我爸眯着眼,上下打量我 仔啊 爸承认,这段时间给你压力太大了 但你也不能搞出这一招啊 你这手段太嫩了点 PS一点都不专业 居然用咱们家旗下医院的logo 我 现在换我一脸懵逼了 我妈解释 当年我爸也用过这一招对付过我爷爷 为了不接手家族企业 当个天生不积爱自由的文艺青年 当年 我用的可是您家旗下医院的logo 那可信度比你这高多了 我爸洋洋自得 您家,是我们家的死对头 我们两家,据说是世仇 反正每次见面 两家都要针锋相对一番 简称,骂街 这个传统是从我爷爷就开始 见我爸妈误会 我赶紧自证 这鉴定报告是真的 我和他们夫妻二人 真的没有血缘关系 可惜,还没等我说完 他俩一个要去开会 一个要去参加舞会 连我弟都去参加同学生日会 没有在家 我鉴定了个寂寞 爸 没办法 鉴定报告他们不相信 我只能把真千金找回来 带到他们面前 刚一觉醒 我就花重金找了四家侦探 寻找真千金的行踪 很快 我就得到了真千金的下落 距离华城很近的一个小城市 我看到了正在上课的真千金 第一眼 我就确定 这绝对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 和我妈相似经验的五官 和我爸神似的面容轮廓 血缘关系 果然是世界上最玄妙的东西 让我不禁好奇 生下我的亲生父母 是什么样子的 就 十字节 你把我的鞋子弄脏了 打算怎么赔 放学领响 一个头顶锅盖头 身穿紧身衣 酷腿皮的 言语不屑中带着轻挑 周围回家的同学都怯怯思语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真千金 十字节俱里力争 明明是我打扫卫生的时候 你故意踢水桶弄脏的 我看到他洗到发白的裤脚 有大片的水渍 精神小伙抖着腿 不屑一笑 那也是你的水桶挡到我的路了 十字节还想说什么 却被老师大声嗨嗨打断了 十字节紧握双手 忍着怒气 道歉 对不起 我赔你一双 男生仿佛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 你赔 这可是欧洲货 是名牌 你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孤儿 赔得起吗 旁边的启哄声 十字节 你说错了吧 不是赔一双 而是赔王少一碗吧 哈哈 精神小伙洋洋自得 你平时不是很高傲吗 就跪下给本少爷擦干净 我就考虑一下放过你 说实话 我真怕他突然原地尬个摇花手 周围人说话尖酸刻薄 甚至连老师都装龙扮虾 见怪不怪 看来 平日里 十字节没少遇到这种羞辱 十 说你呢 你是笼子吗 精神小伙猛推十字节 猝不及防 他后退几步 失去平衡 整个人向后倒去 然后我就温香软郁在怀中 我抱着十字节 他很瘦 隔着薄薄的衣衫 都能摸到他的骨头 我将他扶起来 安抚道 交给我 然后在他一脸诧异 众人哗然声中 亲手将一桶水浇到了精神小伙身上 这不是一般的水 这是混血的水 混杂了拖把 抹布和马桶揣子的精髓 顿时 精神小伙浑身散发着 令人退后三尺的味道 我指着手套 大呼小叫 哦 我的上帝 你这个粗鲁的人 你把我美洲名家设计 欧洲宫廷刺绣 想买了南非粉钻 由澳洲航班运输 世界独一无二的手套弄脏了 你想怎么赔 精神小伙愣了 大概他从未见过 像我一般如此身家富贵之人 他抖住手 气得 你个贱人 明明是你把水泼在我身上的 他还想骂我 却被校长的嗨嗨声打断了 他鸭子扁嘴 由精神小伙化身为委屈少年 舅舅 他欺负我 顶着紫色沙马特头的窝瓜脸 做出绿茶般可怜兮兮表情 一惹 好恶心 十一 傅小姐 校长对着笑脸和我问好 我冷笑回复 说来也是缘分 针千金上的还是傅家旗下的学校 十之节成绩好 被这个贵族学校破格录取 只不过 他读的是分校 小说里 好像就是因为他遭受了校园霸凌 这身到大后 被捅到了董事局 被傅家人看到了他的照片 因此生出疑惑 这才牵扯出我们被报错的事情 校长见我脸色不渝 一巴掌打在精神小伙头上 快给傅小姐道歉 早在刚才听到我的名字 精神小伙就已经不精神了 他在学校嚣张跋扈 仗的就是自己有个校长舅舅 现在遇上背景比他更硬的人 他立刻就粘了 傅小姐 对不起 不然我重新陪你一个 我将他刚才侮辱的十之节的话 用在他身上 校长立刻明白我是替谁出头 他教育自己的外甥 快和石同学道歉 又笑着向我解释 同学之间磕磕碰碰打打闹闹 很正常 正常吗 刚才十之节被欺负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他说话 不正常吧 我点点头 也对 同学之间磕碰打闹很正常 打闹吗 有来有往 我笑看着十之节 他刚才推你了 你也推回去 十之节望着我严肃又认真的面容 愣了一下 眼眸泛红 两久后点头 大吼一声 用力将精神小伙推倒在地 这十足的力气 让他带翻了几把桌椅 我暂许点头 抓着他的手 我带你回家 十二 等一下 你莫名其妙泼水是什么意思 精神小伙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本来嘛 心高气傲的精神小伙 在这个学校称王称霸 被我一个关系户欺负就算了 还要被一个他一直看不上的孤儿欺负 他出奇的愤怒 连他舅舅都拉不住的愤怒 江南江北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学校是你们家开的又怎样 信不信我让你走不出临时 我看了眼保镖 他拿出手机 点开扩音器 里面传出心力焦脆的怒音 兔崽子 你TM是谁爹 精神小伙彻底粘了 精神小伙在精神 碰见他爸也会怂 精神小伙的爸爸王总出现 利罗把他带回家 好好教育一番 免得再出来祸害人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公司编剧 喜欢写龙奥天装路人甲的打脸剧情了 别说 还真的挺爽 至于我那拼兮兮买的 酒 酒包由奢华针织小手套 我大手一挥 送给王少了 13 离开临时之前 我和时之杰一起去墓园拜访了他的爸妈 也是我的亲生父母 照片上和我容貌相似的男人 五官俊秀精致 女人端庄大方的眉眼中带着阴气 真是一对碧人 从他口中我得知 他们是一对非常好的父母 给予时之杰幸福的童年 一场意外车祸 让这个和睦的家庭分崩离析 意外到来时 他们紧紧将我护在身下 我爸妈弥留之际 让我好好活下去 我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无论多么艰难 我都要活下去 时之杰擦掉眼泪 笑着向我道谢 自从我爸妈不在后 你是第一个出面维护我的人 我忍不住抱住他 这么什么人间小天使啊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的不幸 大概就是他这个样子吧 小说里描述 时之杰回家后 面对我的针对陷害 他都轻易谅解 大概也是多亏了我亲爸妈的缘故 一想到小说里 因为我的原因 害了富家百年基业 疼爱我的爸妈弟弟 真千金下场凄惨 我睡着了 都要打自己两巴掌 十四 当我把时之杰带回家 并把亲子鉴定报告 对在我爸眼前 你往后稍稍 呼我一脸 我啥也看不见 我爸地铁老人脸 看着鉴定报告 哑然了 我一脸严肃 我没骗你 这才是你亲闺女 富家真千金 时之杰 我把私家侦探查到的线索 拿给他们 我和真千金 一前一后从娘胎里出来 因为黄胆严重 都进了保温箱里照兰光 当初生产时 选择的自家集团旗下的医院 我爸心挺大 把真千金一个人丢在医院 让月嫂保姆照顾 他陪我妈去坐月子了 本以为一堆人看着 不会有事 结果 某天晚上 医院莫名其妙断电 虽然短短十分钟 却让我和真千金的命运 交换了十八年 要说这里面没有人为原因 我家的狗都不相信 尤其是 后来我亲妈突然接到公司 工作调动通知 面对华城的高压力高房价 和公司各种的优惠政策 他们最终决定 携家带口去临世生活 真千金彻底离开华城 我亲生爸妈 到死都不知道 十之节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 我爸妈沉默了 他们打亮着十之节 眼眸中含着心疼 孩子 你受苦了 十之节之前 已经被我告知真实身份 早就由原先的 不可置信到 现如今的淡然接受 你之前半夜发疯 就是因为这事 我爸联想到 我之前的怪异 想起那个被童子尿 灌溉的夜晚 我一言难尽 不想再被童子尿 袭击第二次 我点头 我妈过来搂着我 傻孩子 你永远都是爸妈的女儿 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我爸也过来 搂着我和十之节 我弟也过来掺和 我泪流满面 我被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勒死我了 十五 十之节就在傅家住下 我没有因为十之节到来 让出我的房间 傅家别墅非常大 那么多采光好 位置好的房间 一个旧屋子 没什么好争的 我隔壁的屋子 有了我们共同照顾 十之节很快就适应了 傅家的生活 我爸妈并没有因为 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而差别对待 对我依旧和之前一样 该夸夸该损损 我也是和小学期的弟弟对价 谁也不让谁 唯一不同的 我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愧疚 更爱护十之节 我爸妈的爱护方式 吃吃吃 呵呵呵 买买买 给钱花 我的爱护方式 监督他成绩 带他学习各种礼仪 手把手教他熟悉公司事务 我弟的爱护方式 奥特曼和点卡随便玩 在十之节 已经适应了傅家生活后 我爸妈打算举办宴会 正式公布他的身份 哦 十之节现在依旧叫十之节 他不想改名姓傅 他很爱抚养他长大的父母 他也很喜欢十之节这个名字 我爸妈也没意见 对他们来说 有比姓是更重要的东西 血脉亲情 抚育针 陪伴之情 都比姓什么重要 宴会上 我爸妈宣布 十之节傅家二小姐的身份 众人看到 他和爸妈相似的面容 再看看我 估计内心脑补出一场场豪门大戏 总有不长眼的 在我面前刷存在感 就比如宁艳妻 我的死对头 我真不明白 这大喜的日子 我爸妈为啥要请您家人来添堵 十六 宁艳妻阴阳怪气 傅清雨 以后你落魄了 来我家 看在咱们一起长大的份上 我一定给你一口饭吃 我像他杀笔一样的目光盯着他 是一起长打的份上吧 我从小严格贯彻我爷爷的宗旨 面对和我年纪相仿的宁艳妻 从来都是连吵带打 小时候 我力气大身行高 还比较占便宜 后来他比我又高又壮厚 我就钻研了各种偷袭之法 什么插眼 顶废 踹裤裆 反正 不能让自己吃亏 宁艳妻 想吃屎就去厕所 别在大庭广众下恶心人 宁艳妻三分计较 四分傻缺 五分脑残 呦呦呦 傅清雨 你还在装呢 你瞅瞅你的脸 有哪一点和你爸妈一样 今天是任亲艳 明天 说不定你就被扫地出门了 周围人端着酒杯 看着我们俩唇枪舌剑 吃瓜 吃瓜 还是吃瓜 哎呦喂 吃了好大一只瓜 宁艳妻 什么瓜都吃 只会噎死你 借着对宁艳妻的敲打 我警告为观众人 不过宁艳妻 按照你这嚼舌跟八卦 颠倒黑白的样子 你家的八卦杂志社 怎么倒闭了呢 不应该呀 但凡有你一成功力 他也倒不了呀 宁艳妻之前 接手了他们家旗下的 一家杂志社 没几天就倒闭了 这送到我眼前的嘲讽把柄 我当然不放过 大彩特彩 宁艳妻冷哼一声 扭头走了 走了 哎呦 这不像他呀 这还是那个 以前和我对妈三天 不停歇的宁艳妻吗 姐你好厉害 摆脱了长辈热情询问的十之杰 跑过来搂着我的胳膊 心心眼看着我 哎 无敌 是一种寂寞 都怪我太优秀 我指着宁家出席宴会的小辈们 这些以后就是你和弟弟的任务了 好好对 你姐我可以退隐江湖了 看着还在和别人掰头 哪个奥特曼更厉害的小弟 十之杰 深胆自己养家责任重大 好的姐 我一定向你学习 继承你的一波 看 这就是传承的力量 远处 宁艳妻嘴角抽搐 十七 我这么讨厌宁家 一方面是因为俩家是仇的关系 还有就是 这个玛丽苏狗血文的男主 就是宁家人 宁家家主的私生子 应无名 宁艳妻同父一母的哥哥 我觉醒的那晚 之所以那样发疯 也是因为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 傅家人 怎么会喜欢一个敌对家族的私生子 我是脑子被嘎了 还是好日子过够了 想挖野菜了 如果我真的想吃爱情的苦 也不会找宁家人 即使真的被下降头 脑子想不开找宁家人 至少也要找宁家的继承人 宁艳妻他亲大哥 而不是那个看起来 一脸阴沉 城府极深 像毒蛇一般的宁无名 小说里 我居然会为了这样一个人 六亲不认 我咋那么不信呢 妹呀 姐告诉你 宁家的男人没个好东西 我语重心肠 给十字节科普 宁家谁谁谁出轨杨小三 谁谁谁兄弟系强 谁谁谁是骗昏对 然后宁无名就一身黑色西装 出现在宴会上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主要是 聚光灯刚好打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出场自带BGM的男人 套马的汉子 你威武雄壮 这首歌在安静的大厅环绕 喂 不买保险 中年霸总挂掉骚扰电话 果然 就算是霸总 也逃不过最炫民族风 这个电话 好像是咒语 打破了宁无名的出场滤镜 众人继续谈天说地套镜虎 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 至于突然出现的宁家私生子 他不理宁厌妻的阻拦 大步走了过来 原本冷漠狠立的眼眸 款款情深看着十字节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救命恩人 十八 不知道是不是我俩上辈子 把他骗去了棉被 这辈子 我是爱他不得的很独女配 十字节是对他有救命之恩的百月光 我们都有凄惨的未来 则 十字节一脸懵 你哪位 十字节有点轻微的脸盲 这也是我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 对于只见过一两次的人 他几乎都没有印象 没想到百月光压根不济的自己 宁无名有些尴尬 在他看来 自己像是钻石一般璀璨耀眼的存在 犹如神志般的容貌 冷漠的神情 神秘坎坷的绅士 被打压的才华 标准男主的配置 这让人 义务的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那个狗作者写的 我当时表情 地铁 老人 手机 当时我就想 这个狗笔 设人才啊 此时 我想再配上 那姐的经典语录 妈的 最烦装逼的人 真是 佛祖来了 都不想超度你 十九 宁无名一改装逼的冷漠 温柔的向十字节解释 当初她在临时受伤 昏倒在一个冰冷的雨夜 是路过的十字节救了她 并将她送去医院 这些日子 她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 却一直没找到 直到今天才知道 原来她的救命恩人 就是傅家二小姐 救命真 当永泉相报 经过宁无名的提醒 十字节这才想起来往事 她骄傲地抬起头 谁让我是一名 优秀的共青团员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脸色一变 有点坠坠不安 她在我耳边小声问 姐 我救了您家人 是不是犯了咱家的大忌呀 我大手一挥 当下表示 犯啥大忌 我们傅家每个都是人 善心美的小天使 她一看 就是我们傅家人 很快 十字节做好事不留名 傅家人救了您家人的消息 咱们年轻人 也不心搞那一套 救命之恩 下跪磕头敬茶的戏码 来 给我们家小天使 送个谢礼就行了 您艳妻黑着脸咬着牙 当下就开了张 一百万的支票扔给我 我轻轻嗓子 确保声音 传进宴会的每个角落 不是吧 不是吧 您家少爷的命 才值一百万 我家管家年薪 都不止这么点了 然后 发出拷问灵魂的嘖嘖声 您艳妻的脸更黑了 不知道傅小姐认为 怎么感谢合适啊 那肯定 东区那个项目合适啊 您家少爷的命 还不止几个小目标 然后 您家人就被我气走了 我耸奸 这感谢真没诚意 十字节完美模仿 我的精髓 那 拷问灵魂的嘖嘖声 那 一句句宁少的命 就值这点钱 让您无名也尴尬离去 二十 过了几天 您家人真的大张旗鼓 送来了东区项目的合同 我 哈哈 我爸妈 一边掏钱 一边哈哈 我收下打赌所得 您无名是您家家主 真爱家却是白月光所生 又因为他私生子的身份 您家家主一直觉得 对他有所愧疚 再加上 他和白月光相似的容貌 这buff叠满 您家家主 简直标态偏心哟 他让人送来东区项目 就是为了告诉众人 他十分重视这个私生子 甚至远超过那两个婚生子 我真想知道 您夫人是怎么忍着 没有抓花她的老脸 不过 无所谓 我们父家捡了个漏 而且 经过这事 我感觉您无名 对十字节的白月光滤镜 应该也要碎了吧 干得漂亮 我再次摸摸十字节的头 真是我们家的小福星 十字节很开心 通过这段时间 学习公司事务 他也知道 城东项目有多大利益 当初 我们家没有抢过您家 现在 兜兜转转 不又到了我们手里吗 我先说好 您家得到这个项目 多亏了我妹妹 这项目的主导权 必须是我妹妹 我当着您家众人的面 争取知识 我爷爷只有我爸一个大小子 但我爷爷兄弟姐妹们的 子嗣可不少 要不然 也不会出现 真假千金的事情 这中间 牵扯多少人的利益 得知我们家得到了项目 谁都想来分杯羹 但有人就是不服气 质疑我的身份 质疑时之节的能力 质疑我爸妈的行事风格 连我家的狗 都恨不得踩一脚 呵 没关系 我会发疯 在我的事意下 管家突然拉断别墅的电闸 黑暗的雨夜里 别墅漆黑一片 伴随着电闪雷鸣 尖叫声响起 我 一身白色长裙 披头散发 眼白上翻 阴光打在我涂满鲜血的脸上 丧尸附体 一走一顿 站到质疑人面前 听说大表哥对我不瞒 说话声伴随着嘻嘻哈哈猴子笑声 这么关注我 不如下来日日陪着我如何 我把冰块猛地塞进他衣服里 吓得他哀呀大叫 装神弄鬼 堂弟刚说了这句话 就被一脚踹飞机米开外 刚才骂我的时候不是挺起劲的吗 这会儿咋不吭声了 父亲语 你个野种 算个什么东西 大伯母的斥责声被两耳光打断了 嘿嘿嘿的声音 不如 我帮你回忆当初做了什么缺的事 比如 当小三抢闺蜜男人 假怀孕骗婚 还有 大伯母嗷嗷大叫 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吓的 还是心虚 刚才但凡出言不逊的人 不管男女老少 我统一发疯 在黑暗中左右如动 发出刺耳尖锐的笑声 然后灯亮了 我一身整洁站在楼梯上 无辜迷茫 看着衣衫不整的大家 怎么都这么狼狈呀 我找了半天 才在地下室找到备用电源 你 你一直在地下室 发问的人声音有些颤抖 我点点头 拉过一边的唐妹给我作证 唐妹一脸认真点头 这下 所有人都沉默了 他们连滚带爬离开别墅 连伞都没拿 石之杰和我急眼挑眉 我弟吃着薯条蘸番茄酱 也笑嘻嘻看着我 嗯嗯 不愧是我亲爱的妹妹弟弟 21 经此一事 基于别墅已久的富家人 再也不敢有事没事 来这刷存在感了 他们暗中劝我爸妈 找个道士和尚来家里去去写 我 嘿嘿嘿 然后 一些人就收到了匿名包裹 上面写着 他们不见得光的过往 然后 他们彻底老实了 22 这些年 我每天兢兢业业搞钱 在我的努力下 刚接手半死不活的影视公司 现在成功活了下来 至少不赔钱了 私下给我们全家 买了各种基金保险 藏了私房钱 生怕被剧情牵绊 搞得哪天 我们家破产 没钱花 石之杰也进了富家集团 不愧是富家人 他能力更强悍 现在已经在总公司 当上总裁特助 我弟 依旧喜欢奥特曼 一切都不如正轨 算算时间 女主差不多也该出现了吧 小说里 百月光石之杰 被恶毒女配送去国外 你无名悲痛难过 痛不欲生 应酬时 他被人下药 遇到了和石之杰 五分想象的清纯大学生 林木木 并把他当作 百月光的替身 包养了他 从此开启 虐身虐心的戏码 这 貌似就是今天呀 酒会上 一箱必饮 光愁交错 杰 是宁家人 石之杰最近一看到宁家人 就好像恶狼看见猎物 特别兴奋 放下酒杯 袖子一拉 就冲上去和他们掰头 我假意拦了一下 嗯 拦不住 倒不是石之杰刻意找事 实在是宁家人太讨厌了 因为城东项目的原因 宁家看我们百般不顺眼 次次来找茬 连石之杰脾心那么好的小天使 都忍不住了 口对群宁 同在酒会上的宁无名 看到石之杰 早就没有出见石的亮光 他甚至想跑 因为我们富家人对起人 不分场合 主打一个 自己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而且我们是无差别攻击 管你什么婚生私生 在我们这儿一视同仁 怎么 私生子了不起啊 既占了好处 又不用付出代价 哪有那么好的事 比法律都要一视同仁 真的 我哭死 不知道宁无名 再见到女主林木木 会不会有阴影 酒会结束 当我看到同样背下了药的林木木 孕孕呼呼被人扶着 出现在VIP楼层 隐约有了一些侧隐之心 Girls help girls 我一脚将扶着他的猥琐男踹飞 从他手中抢回林木木 卧槽 敢抢你爹的人 猥琐男回头 刚想破口大骂 结果看到我蔫了 哎哟 这不是老熟人吗 短短几年没见 精神小伙 还是那副精神的模样 但已经有了肚男和秃顶 这可不行 二十多岁的年纪都这样 那以后走在街上 岂不是有爱是荣是贸 天晴了 雨停了 你觉得你又行了 我蹲下 将精神小伙的脑袋 拍得啪啪响 几年没见 长进了 由校园霸凌 变成下药了 精神小伙 麻溜爬起来 对我点头哈腰 富姐 我错了 真不是我干的 这小妞 自己撞到我身上的 精神小伙 非常害怕我 当初 我离开林氏 把她这些年来 校园霸凌的事 交给律师处理 富家的律师团 非常给力 找出了被她霸凌的 所有受害者和证据 成功将她送进监狱 王家为了保全家业 就放弃了她 对了 我还找了跟她 同牢房的犯人 让她也好好体会了一下 什么叫做被霸凌 那些参与者 我也没放过 该判刑判刑 该射死射死 改造几年 精神小伙出狱后 跟着家里的 亲戚来海城混饭吃 今天和狐朋狗友 跟着一个富二代 在夜店胡吃海喝 遇到了被下药的林木木 想占的便宜 滚 记住 百英币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精神小伙麻溜消失 临走前还拍马屁 我这精神语录 比她说得还顺口呢 23 我看着昏迷燥热的女主 叹息 拿出手机 拨打热心电话 110 派出所 我把事情都告诉了警察 至于后续如何 那就不是我一个 遵纪守法的公民 应该管的事了 医院里 急救后的林木木 逐渐清醒 向我致谢 我摇摇头 女孩子 当你没有自保的能力时 尽量不要去 鱼龙混杂的地方 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幸存者偏差不要有 因为豺狼虎豹 无视法律和公序良俗 先让自己变强大吧 这样才能为更多的女性 撑其散 记住 永远永远 不要给任何人 伤害你的机会 后来听闻那天 因为被我妹 对得哑口无言的你无名 也早早离开 躲开了被人下药 再后来 这个下药人找到了我 明艳七 她赞赏中 透露着小得意 大姐 你牛掰 你这把我的剧情 毁得稀碎 我黑人问号脸 电光石火间 我灵光乍现 狗作者 24 明艳七叹了口气 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她原本就是 马自为生的狗作者一枚 后来 被编辑连砍了 基本数据不好的男品 转头言情大大的怀抱 这就有了她一战 风神的狗血节奏 但是 大概女主被虐得太惨了 书坟给她骂的哟 嘖嘖 然后她就读评论的时候 活活气死了 混穿自己写的小说 我 狗脸震惊 这多大气性啊 明艳七丫子扁嘴 委委屈屈 实在是欺负人了 他们骂我就算了 还骂我家人 我和他们吵 却被举报 好吧 毕竟 天下苦键盘侠已久 网络上重拳出击 现实中刚上初一 给狗一个键盘 她都能发言 她穿进来后 发现自己总是被强制着走剧情 除了 和我吵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感觉是在做自己 想想她打嘴仗的技术 那她 水平确实不咋的 我邮箱里的小说 是你发给我的 她点点头 她不想走剧情 她穿的可是宁艳漆 作为一个从小致力于 给男主找麻烦的人 她最后的下场可凄惨了 入狱服刑 出狱被卖到棉北 我写的时候可爽 真变成了笔下的配角 我都快哭死了 后来 她发现我可以当个突破点 有事没事 就在我面前刷存在感 来减少她被剧情控制 难怪 她没事就找骂 曾经和我对战三天三夜 后来 她干脆写了个匿名邮件发给我 让我知道了 自己的世界就是一本小说 我就是她小说里的一个恶毒女配 再也不用走剧情了 所以说 我才是那个天选之子 我斜眼瞅着宁艳妻 不过 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 无视线殷勤 非奸几道 她不好意思挠挠头 这不是 我哥想让我送去富家和亲 你也知道 史之杰毕竟曾经是男主的白月光 我肯定不能和他在一起啊 万一男主走剧情 弄死我咋办 富姐 你考虑考虑收了我呗 家子音上线 可是 我已经听不进她的话 满脑子就 卧槽 宁家要和富家联姻 这笔 奥特曼要和光头强在一起 还要魔幻 不是 啥年代了 咱不行那一套 你真以为 自己是在拍罗密欧与注英台吗 宁艳妻戳戳我 没文化了吧 那是罗密欧和朱立叶 杨山博和注英台 我白了她一眼 我和她还不如上面这些呢 我们之间不仅有世仇 还有次元币 用宁艳妻的话说 我是她创造出的一个人物 她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造物神 咦 可不敢瞎说 我就是个马自公 还造物神呢 我没有那么大的脸 宁艳妻连连摆手 不过 我对书中的每个人 都有一种责任感 希望大家都好好的 正说着 宁艳妻 她大哥和我爸一起走了过来 说什么呢 那么开心 我 宁艳妻说她想当你们的爸爸 宁大哥 我爸 宁艳妻突然就张红了眼 家子音再次上线 我知道傅姐姐不喜欢我 但也不能这么嘲笑我的愿望呀 我不像傅姐姐那么能干 吃炸商界 我就喜欢香气叫女 在家洗手熬汤的平淡日子 姐姐 一定是看不起我 妈的 茶味四溢 熏死我了 狗作者 你是真的狗 这个家子绿茶 还真就打动我爸妈 我和他订婚了 宁艳妻双手捧上一堆 他写好的剧本小说 傅姐别气 这是我的嫁妆 您收下 这小子挺实实物 25 我爸的私下谈话 我才知道 傅家和宁家 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仅有的仇怨 也就是 我爷爷和傅家老爷子 从年轻时候 就攀比帅气 比出手阔绰 比车多房多 比谁生意做得大 就 两个杀比 我爸嫌弃道 我爸和宁艳妻 他爸长大后 也接过了 父辈手中的攀比棒 只不过 让两位老爷子失望了 我爸 文艺青年一枚 一心只想写诗画画去远方 宁艳妻他爸 恋爱老一枚 一心只想和他的 小白花女友双速双飞 宁艳妻 他爸越老越不像话了 扶持私生子上位就算了 还想对明媚正娶的夫人 和婚生子赶尽杀绝 你爷爷去世前曾说过 他和宁老爷子有个协议 将来两家的继承人 要暗中互助 宁艳妻他大哥 跟着宁老爷子长大的 知道这件事 求到我这里 让我至少护着他弟弟 我想到之前听说的八卦 宁夫人和宁家家主离婚 去了国外 看来 这事是真的了 只是委屈了你 别担心 等事情稳定下来 我会让你们解除婚约 我安慰我爸 我是真的不在意 更何况 宁艳妻也是有可取之处 她那堪比黑洞的脑洞 能住我的影视公司 在上一层楼 会约啥的不重要 搞钱才是第一位 可是我不在乎 石之杰和我弟在乎啊 他们一个在公司忙着上位 一个在学校忙着学习 突然听闻 我和宁家那个傻去订婚了 班也不上了 学也不上了 一起跑到宁家 要怒骂宁艳妻 没想到 有生之年 我也能体验一把 婆媳大战时 老公完美隐身的生活 然后我就看他们嫁着宁艳妻 拖着大包小包回来了 面带韵色 姐 宁家人太过分了 就这么堂而皇之 苛责婚生子 我弟正处在 嫉恶如仇的青春期 他们刚到宁家 刚好看到宁家上下 欺负宁艳妻 路见不平一声吼 他嘴炮输出不亚于我 再加上年龄小 没人计较什么 把宁家人骂得一无是处 我呸 你们这种藏无奈构之家 就门口那俩蛋狮子 是干净的 真是 连路过的狗都要骂一句 我妹特别护短 不论看不看得上宁艳妻 既然他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夫 就不允许他被人欺负 这欺负的不是宁艳妻 这是在打我的脸 他完美地补足了 我弟吵架的缺陋 他俩联手 把宁家家主都骂进医院了 我 海豹鼓掌 表达我十二万分的敬意 我捅捅狗作者 我上辈子做了啥好事 让我遇上这么好的家人 宁艳妻咫牙咧嘴 傅清雨 你又趁机掐我 26 宁艳妻就在我家住下了 他不仅把自己的行李拖来 还把他哥的东西都打包来了 还好他哥不在国内 不然 我怕会打包他的狗头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嫌弃 你哥还在努力 你这就放弃 宁艳妻很清楚自己的能耐 那可是男主 光环加深 我现在就想和我哥 我妈好好活着 这么多年的日子里 他早就默认自己就是宁艳妻 心中有想守护的妈妈哥哥 我也不想看到宁无名上位 我担心他会对傅家出手 虽然逃离了剧情里 我是恶毒女配 十之节是百月光 但从我们庇护宁艳妻的时候 就注定了傅家和他站在了对立面 其实 他的男主光环也不是不能破 宁艳妻神神秘秘 上一次 我本来想在他和女主出狱的时候 给他下药 却被他躲过了 我挺好奇 他既然不想走剧情 那下什么药呀 他坦然 卸药 你想啊 在一个美女要对你头怀送抱的时候 你却控制不住自己菊花喷泻而出 那场面 哈哈哈哈 女主要是还喜欢他 那女主就是个失控 他告诉我 这是个女皮年轻文 还是个玛丽苏狗血文 女主被虐身虐心越惨 男主的光环就越强大 可如果 女主不爱男主 不想被虐了呢 霸总男主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上次 我无意中救了女主 隔开了男女主的出狱 导致这俩人现在还不认识 而且 我的四家侦探告诉我 女主现在努力学习 拳击散打这些的 还以荣誉毕业生进入了律所 专为女性权益打官司 您无名喜欢的是 清纯无助的小白花 可不喜欢戴刺张扬的霸王花 比如 现在时之节 再比如 现在的林木木 遇到这种 她躲着还来不及 27 宁艳妻暗戳戳帮助女主 替她搜集了一堆 需要维权的女性 更是帮助一些贫困女性 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 资助她们打官司 维护自己的权益 他们的律师都是林木木 见识过这么多被家暴 被困顿在婚姻中的女性 林木木越发认同 我当初说的那些话 不能给任何人 伤害自己的机会 没有女主的爱意 林无名的光环越来越小 宁艳妻的大哥 可是宁老爷子 细心培养的继承人 手段能力都是一流 很快 她的反击来了 即使有宁家家主的扶持 宁无名还是斗败了 宁家家主 也失去了宁家的控制权 宁艳妻成功 从靠着未婚妻吃软饭的 变成靠着哥哥吃软饭的 对了 我们俩的婚约还没解除呢 问她 就茶言茶语 现在弄得全家上下 都挺可怜她的 毕竟谁会不喜欢一个 乖巧帅气 听话懂事 会做饭的嫌内住呢 28 又到了十字节的生日 我爸妈准备了 附加继承人的位置 给她当礼物 这是我极力为她争取的 我知道我爸 还在我们俩之间纠结 但我主动退出了 因为能力有限 领导力和格局 有时候我真的比不上她 我告诉我爸 这不是偏心 我妹才能带领附加 走上一个新的高度 而我 坐等分红就行了呀 我弟准备了一堆奥特曼手办 可以 品尝情 一看就没有女孩子喜欢 我准备的礼物是 找出了当年 调包真假千金的幕后黑手 是附加的一个亲戚 她嫉妒我爸 就调换了真假千金 等到我要继承家业时 再揭露我的身份 到时候 不管我被培养得多优秀 都没有资格继承附加 而真千金 失去了家族的培养 肯定烂泥服不上墙 她的算盘计划得真好 却没想 我亲生爸妈 把真千金培养得特别优秀 后来 不惜下黑手 害了我亲生爸妈 目的 就是要彻底毁了我们家 她的计划天衣无缝 很可惜 我觉醒了 找到了真千金 并全力帮助她 而且 我爸妈就算知道 我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 却依然很爱我 至于她后来下场如何 十字节不让我干涉 杀害父母之仇 她比我更痛苦 更恨 29 春雨细细细 洗刷着天空 好雨之时节 我和十字节相视一笑 还好 我们都好好的 全文完